法国世界报 中国对台湾的蚕食政策 标题 随着中国和台湾之间 新海上事故发生 中国强化了其对台湾制造紧张的战略 为了报复中国船只在金门附近翻船事件 中国海警人员周一登上了一艘台湾旅游船 中国海警并加强了在金门周围的巡逻 避免事态升级 2月20日星期二 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呼吁保持冷静 称为避免战争军队不会卷入 2月15日发生的两名中国移民逆亡事故 他们的快艇闯入了金门周围的台湾水溢 在试图躲避 台湾还巡署船只时翻船 邱国正补充说 如果我们进行干预 冲突就会恶化 这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 我们希望事情和平解决 台湾海委会主管管毕林说 同船幸存的另外两名渔民已经得到照顾 一旦案件有了进展 他们将被立即全还住 两个大陆渔民已经返回大陆 到目前为止 双方一致默契地遵守着精确的水溢化解 根据20世纪90年代初绘制的地图 军门群岛周围有一个限制期和一个禁止期 有27个GBS点界定 再啃一口 然而在周六已经因搬船意外死亡事件 强烈谴责台湾的中国国台办 似乎对这一地图提出了质疑 这一地图事实上确保了双方在这一脆落区域的和平共处 国台办说 两岸渔民自古以来就在夏津海域的传统补医月期作业 没有存在禁止和限制水溢 专门研究台湾问题的汉学家 亚洲中心研究员Jean-Pierre Capstone教授认为 这只不过是又一吃蚕食 这些都不是临时起立 但令人担忧的是 中国利用这次事故去否定迄今为止 一直遵守的化界的存在 近年来中国船只入侵台湾水域的事件 曾被增加 许多中国渔船是中国海上民兵的假鼻子 假渔船 他们试图迫使台湾方面犯错 作而台湾行政院长陈建仁指出 两岸自1992年起就承认了这些限制和禁止海区 他对媒体说 我们将继续保护这些海区 以保证我们的领海的安全和渔民的权利 前一天在2月中旬事故发生后 宣布加强巡逻的中国海警 登上了一艘载有33人的台湾旅游船 6名中国海警人员登上该船 要求检查船员的航线计划和执照 统一中国的长期战略 事实上中国的蚕食赛是在不断的恫吓举措之上进行的 这些举措一个接一个 他们不成为美国做出反应的理由 但他们是习近平长期战略的一部分 一月底 中国将台湾海域上空的一条航线移进了中间线 这条虚拟线多年来一直是两岸之间的非官方屏障 而北京现在却假装不再承认这条线 政治学家和亚洲问题专家Jab Kravitz Ruh 在去年出版的有关台湾一书 《中国的固执》中分析了 中国突击金门的假设情况 中国的算盘是 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盟友 日本、韩国和菲律宾 不会因为金门这么小的地方 冒合中国发生大战的风险